趁当两岸都有舆论质疑将参选明年总统的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否认九二共识立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时 蔡英文周日在脸书刻意放上一张明信片 蔡英文脸书上说她收到一张中国大学生寄的明信片 在收件人地址的栏位中直接写着寄往台湾引起网友两极评价 这张手写明信片贴着中国香港邮票印有香港邮签 开头写着尊敬的蔡英文主席 寄信者表明来自中国天津 曾在澳大利亚留学 也曾去过新西兰 泰国和新加坡旅行 遗憾的是从未去过台湾 结语写下 大家都说您和大陆的领导人不同 是位亲民的政治家 在此能否提供给我一些旅行的建议 并寄给我一张您的签名照呢 对于蔡英文为何刻意选择公开这张明信片 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周一告诉本台 近期蔡英文主席收到来自中国 一位学生来的明信片 这里面的内容大概也表达她对台湾的好奇 希望能够来台湾旅游 同时她还认为蔡主持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政治领导人 希望说能够索取蔡英文主席的签名照 那这一封信我们在网路主席的脸书 po上之后呢 其实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 过去大概留言大概两三百则 但是这个留言已经突破九百则 那过去大概大概都有这个上万人来观看主席的脸书 之后来看这个留言的 所以引起的这个网路上很多年轻朋友的注目 尤其是对对岸 中国的学生来讲更是一个很大的惊奇 这封明信片是否透露出中国年轻一代寄望台湾民主 影响中国民主的一种移情作用 政治大学社会系兼任教授顾中华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那这一期的探的杂志不是也有讲说蔡英文 其实可能是所谓的华人社会里面唯一的一个民主的地方 所以他们确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移情的作用 说华人也都可以有民主啊 那台湾呢这个民进党算是推动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典范 所以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移情的作用 顾中华认为民进党想借此稍微消除中国人民 一听到民进党就是台独而予以排除的想法 证明新民进党已改变 也表达蔡英文展现的身段与习近平不一样 增加台湾选民印象 就像洪秀柱也说要让台湾民主 对中国13亿人口有号召作用 但顾中华期望看到两党候选人推出更具体深入的政见 顾中华忧心指出 中国政府现在对言论和网络控制密不透风 他不认同蔡英文直接把中国学生的明信片放上网 这种操作新闻的方式 尤其证明学生万一被盯上 中国公安把他当作跟台独接触 这对他的人生安全和未来生涯相当不利 顾中华说 顾中华说 虽然这封明信片的姓名学校等资料经过处理 但字迹上还是很容易被辨识 顾中华说 在我们这样的环境 好像缺少这一些政治风险的一些评估 不过许多网友以自己像小学生 口气不像中国大学生的用语 質疑这封明信片的真假 甚至认为是民进党自导自演 也有台湾泛兰选民针对民进党的政治立场进行围剿 自由阿州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